有爭議的還有老委會向官場工人追討當年貸電款的爭議 到現在都還沒有辦法落幕 工人們今天又抬官到立法院前抗議 其中有工人一家31口都被列為被告 連小朋友都不放過 讓工人氣得控訴政府是超家滅族 沙土產到棺材上 相稱工人的棺材本也遭老委會坑殺 官場工人遭到老委會代位求償的事件持續紛擾 工人指出有連服紡織的女工 全家31人都被老委會一撞告上 要求一同還債 我們一個家族四代都被告 像我們這個第四代第五代 有些在國小二年級三年級都被告 所以說當時貸款的狀況就是屬於 老委會跟華南銀行是屬於便宜刑事 老委會訴訟雖然暫停 但明年度編列一筆1875萬元的律師費 和181萬2000的銀行代辦費 要向勞工追討讓勞工倍感矛盾 而立委田丘錦表示已經提報刪除 所以剛開始我們的勞工朋友是不願意接受這筆錢 是因為當時勞委會主委說會用代位求償的方式 也就是說未來勞工不用還這個錢 勞委會主委就說在我質詢他的時候 他說他也反對用訴訟的方式來追討這筆錢 我說好那我們還有什麼好客氣 就把他全數都刪除了 老委會認為當年代電的款項已經討回一半 所以有義務繼續行使債權 但有在場工人指出 有些已還錢的勞工 是因為不願意讓家人背債 只好設法還款 目前老委會還在演你 該用何種方式來提及這個 搶達16年未解的問題 UDN TV 郵商話黃一金台北報導